等一下 我這帽子好緊喔 你有沒有覺得我現在很像一個動漫裡面的角色 你有沒有看獵人 蕾砸躲避球隊裡面的念獸 有沒有很像 我沒有看 在開始今天主題前 我先用我的金鉤杯硬景 搖一杯BCA來喝一下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呢 非常的興奮 今天是聖誕節 然後這次我們辦了一個 Youtuber的交換禮物活動 那這次參加的對象有 生活類型的 明星獎跟黑語 還有知名遊戲實況主 萊絲 還有伊康老師 在他的頻道可以看到很多台日文化的差異 但他頻道主要是在教大家講日文 還有一個美食具現化系的大廚師 RICO 總共六個人玩交換禮物 那這次交換禮物有什麼呢 交換禮物有我們自己精心準備的小禮物 跟工商禮物 那工商禮物是什麼概念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Youtuber主要的收益來源是業配 那就是將我們代言的商品包裝成禮物 然後拿過來參加這次的交換禮物 我們這次抽到了 零星獎的工商禮物 跟伊庫老師精心挑選的小禮物 所以這是零星獎的 對對對 有個少女的味道 所以這是伊庫老師 沒錯 這包得跟一個福袋一樣耶 我滿期待的 我們先從伊庫來嘛 伊庫老師有交代我 他說開禮物之前 他要先看他的小卡片 他裡面有指定任務 沒錯 沒錯 最喜歡解任務 伊庫老師給蓋伊 他也畫一個聖誕樹 他這卡片是有用心挑的 聖誕老人是一層一層貼上去的 伊庫先生請多多多 我是來台十年的日本Youtuber 伊庫老師 我送給你很特別的兩個禮物 希望你喜歡 但是這個禮物有規則 請看右頁 首先打開大的禮物 要玩五次以上喔 右手五次 左手五次 結束了嗎 請打開小的禮物 一定要完成喔 早一天一起合作 謝謝 總之呢 這個福袋裡面有一個大禮物 跟一個小禮物 那大的禮物呢 等一下伊庫老師交代我要 右手玩五次 左手玩五次 之後才能打開小的禮物 對 然後之後才能找他一起拍片 所以這禮物 最終是要找伊庫老師拍片嘛 對不對 然後伊庫老師很會 還有一上次交換的會不會有什麼 我跟你一起交換的啊 在我們前公司嘛 對不對 而且我還抽到你的 我還抽到這一顆 愛因斯坦的桶 然後上面可以黏回紋針 你吸力不太夠 導致它都掉髮 它看起來還是很凸 它放在我電腦桌上 好現在伊庫老師的禮物 拿出來有一個大的跟一個小的 所以我要先把這大的拆開 左右手各玩五次才能離開這個小的 什麼 這是一個 腕力訓練器嗎 喔好重 這邊有一個凸凸的顆粒狀 然後中間有一個輪胎 所以它應該是給人家這樣子抓 然後這邊有一個輪子 那這樣抓它要怎麼練 開始按了 唉唷 気持ちね 使用方法 繩帶前端套入回旋球上的小孔 沿著回旋球溝槽纏繞 順勢拉掉繩帶 藉由手腕跨圓的方式 必到增強 會有嗡嗡的聲音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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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有個繩子啦 我漏掉了 我漏掉了 總之呢 經過我們剛才研究 它裡面還有一個繩子 穿在這個球裡面之後 然後極速向外拉 它裡面輪子會轉動 就像這樣 高速旋轉 OK 它就開始轉 我要配合 我 啊 等一下 它怎麼停住了 那就是你失敗的啊 我失敗了 你要讓它轉前一點 我要讓它一直轉就對了 好 亂再開 有有有有有 我又感覺到 欸欸欸欸 等一下啦 它又停住了啦 我膠都還沒對到 你就結束了 好 亂再開 欸咻 拉線 啊 它回去了 它停住了 等一下 沒有啦 我就這樣 喔 看我的教學影片在意 我剛 我剛 看了五秒鐘的教學影片 我只看到它是這樣一直轉 對啊 它不是像我這樣子 不知道在幹嘛 拉線 啊 哎 噓 等一下 然後呢 那我變壞 哈哈哈哈 有嗎 我不知道啊 你有感覺嗎 哦 有有有有 要這樣 要這樣 要這樣配合他的轉動 接下來我要換右手 好奇妙的感覺 我像跳...跳... 跳...跳... 有了有了有了 我感受到這個氣在我手腕上流動 你看我這個手腕的流暢感 你這樣感覺好帥喔 我覺得這比你在做重訓的時候樣子還帥 操作一個小球體 心如鳴靜 沉穩前進 喔那你覺得現在這樣你會玩的 你覺得你有訓練到哪裡 我覺得手腕很甩欸 那我覺得你這樣一邊轉這個 然後一邊開他第二個門 用的左手開那個 喔 積木 然後他要把這個積木拼成一個柴犬 所以說... 這兩個任務的相關性是... 一個是訓練手腕 流暢性 然後再訓練手指頭平巧度 對 那你現在就做終極訓練 你右手轉這個 左手做那個熱高 左手轉這個球 然後左手把他一隻柴犬拼起來 對對對 倒也不是不行 你先幫我看一下相機容量 夠不夠 做這件事情 一邊玩著萬里球 一邊組好一隻柴犬 欸欸欸欸 欸 不能貼 欸 哇 那你專心拼積木 好啦 回不去了 組裝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們要一種系統化 先把積木分類好 伊庫老師啊 這隻一片半個小時 有20分鐘都是你的 好 步驟一搞定 前往步驟二 我看你動作還蠻快的 那這桌子軟軟的有點 不是很好使用 為什麼這個桌子會軟軟的 因為它上面鋪了一張瑜伽墊 喔 那這個瑜伽墊是什麼瑜伽墊 這個瑜伽墊 是BLAZ的瑜伽墊 好 大家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影片下方的連結 夠 那邊有比官網更便宜的折扣 剛剛還有人叫我一邊玩一個萬利球 一邊 用蛋子 把它組裝起來 我知道了 我先借零星講的 放一個樂高table 步驟二也完成了 我們現在只剩下步驟 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做好一隻柴犬 狗跟貓女比較喜歡奶 我比較喜歡狗 真的喔 狗就像一個小朋友一樣 狗很需要人陪 因為養一隻狗也很好陪牠 那你喜歡哪一種狗 喜歡哪一種狗 沒有分欸 我都喜歡 不知不覺完成的步驟三 我們只剩下四五六七八九了 做完會不會剛好 所有積木都用完 對啊 那這樣完全不能拚錯 沒事沒事 我對這個積木的理解能力是很高的 他這邊還有 他一個頭有七個步驟啊 不會啊 對我來說也是小意思 沒有什麼是用心做不出來的東西 你講真好 活像個雕塑的藝術家一樣 原來我是一個被健身耽誤的 積木家 該牛的主體禮物送給誰啊 這個主體禮物應該是 萊斯會抽到 因為你覺得萊斯會喜歡嗎 不管他喜不喜歡我 我希望他把它拼出來 你覺得你送給黑羽的工商禮物 才會有實用嗎 我的工商禮物是黑羽抽到 沒錯 那太實用了 應該說是一個非常實用的組合 大家可以去黑羽的頻道看一下 我送了他什麼 還有萊斯 萊斯那個是我精挑細選的 我還寫一張卡片給他 然後黑羽那個是我跟我的夥伴 精心幫他準備的一個套裝組 講著講著 我是不是把這個柴犬的狗頭拼好了 來看一下 轉圈360度 這個活動度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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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妹打妹 差一點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狗頭拼裝上來 狗頭上去是不是更有感覺 有了有了 接下來我只需要把他的腳 組裝起來 就大功告成了 第五條腿看一下 第五條腿我還沒做啊 你要我做第五條腿 等我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等我一下 耶 利用一點時間 幫我的小柴犬 利用 好精緻喔 就定了就難得 伊庫老師 我終於完成了 那我們完成了 伊庫老師的挑戰 謝謝伊庫老師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進入 菱形獎的業配禮物 菱形獎寫給我的小卡片開始 喔好可愛 他寫一個 聖誕快樂 然後這邊還畫一個菱形 你好我是菱形 首先祝你聖誕快樂 這次聖誕節特別贈送 一部溫暖的作品給你 喔 一部溫暖的作品 雖然這是一部BL作品 但不用擔心 這部很合家觀賞的 希望你能看完第一集 並說說你的感想 當然如果覺得不錯 你也可以再看下一集 因為不清楚送的對象 會是誰在準備時 其實很擔心 不知道會不會被打入黑名單 不過還是想推薦這部好作品 分享出去 也好奇收到人 會如何看這部作品 那就加油囉 所以這是一個 BL作品的合集 的意思嗎 所以菱形獎有在業配這個 菱形獎說他沒有業配這個 但他倒是一個分享的心態 希望未來可以跟他們合作 喔那不錯 那代表他是真的有喜歡這個作品 希望廠商有看到菱形獎的用心 希望廠商有看到菱形獎的用心獎 我大概知道這個好可愛喔 我覺得內容應該是他們在學習 如何當一對好父母嗎 這樣說嗎 好 父母有事嗎 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拍完交換禮物這支影片之後呢 當天回家就把這部 D之夫作品看完了 它是日本漫畫家 田規元武郎的一部作品 故事大致上在講述 中間這個小女孩夏菜 與她的父親米依 米依就是圖片上這位 黑色頭髮的日本人 與米依的雙胞胎弟弟 梁二加拿大丈夫 麥克三人所編織的家庭生活 當中講述了非常多日本人對於同志的態度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出櫃這個詞彙 它是從英文Skeleton in a classic 翻譯出來的 因此的classic 就被引申為無法說出口 無法對人盤白或張揚的意思 躲在藝術裡面的人 意思是指隱藏自己同性戀身分的人 當然現在所指的出櫃的意思是 同性戀者鼓起勇氣 向人表明自己的自我認同 身邊有同志朋友的人應該都知道 特別是在傳統社會中 出櫃是一個非常需要勇氣的一件事情 這部作品講述了許多同性戀者 為了怕與親友們疏離選擇隱藏自己的身分 也有一些明知道可能會有與親友們疏離的風險 勇於表明自己的人 看完這部作品深深的體會到 如果你是那位會讓同志朋友們向你表明身分的人 代表你是很受同志朋友們信賴的 總之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也謝謝零星獎送我的交換禮物 它的畫風很酷 感覺十分溫馨 第一幕就是這個 有爸爸躺在床上 棉被蓋著手部 他在左手在做什麼 原來是剛起床 喔 做夢啦 做夢 沒有在做什麼 他在做夢 你剛剛是不是說我要直接演一下這個劇情 可以演一段嗎 可以演一段 看看一夜 然後夢眷 夢眷 可以演一段 蓋伊要跟你演一段劇情 我先了解一下大致的劇情 劇情 該也是很專業的 他沒有把劇本讀透 他不敢隨意演出來 我們現在要隨機翻演 然後我跟耀士要重現漫畫中的分景 滿足零星獎 我們一人拿一邊 登登 這一夜 我啊 這個有女兒的畫面 有女兒的畫面是不是 來 女兒來了 女兒來了 喔 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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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做做做做 等一下啦 我們挑一個有室內劇情好不好 室內劇情 室內劇情 重返夜 重返夜 一兒 登 這一夜 這一夜 來 近一點 然後我對一下 女兒問爸爸是不是有一個弟弟 就是他的叔叔啊 這個阿兜阿翻出了照片 女兒的爸爸 確實有一個弟弟 叫做梁二 哇 這個梁二跟他的父親長得很像 然後女兒就想要把這個照片 也拿給他父親看 可是他爸卻不想看 然後他爸說當然我們當然像啊 因為我們是雙胞胎嘛 可是他爸看起來很不悅 我在想他不悅的原因 應該是因為 對 他覺得他弟弟出櫃 所以他有點排斥 對 有點排斥 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不想承認他有個弟弟 這樣子 然後女兒就說 哇 我居然有一個叔叔欸 我竟然完全不知道 那他叔叔現在到底在哪 然後 一說完這句話之後 這個 他的父親 跟這個阿兜阿就陷入了誠實 可能他弟出了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有看完這個漫畫 總之 我們現在就要重現這段劇情 那我們要照著那個分鏡拍嗎 對對對 對對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 總共十一個分鏡 好不好 來 十一卡 十一卡 OK 來 爸爸 是不是有一個弟弟啊 這一次我一點都不知道欸 是怎樣的人啊 是 真的嗎 我有照片喔 要看嗎 要 來 就是這個人 他叫做梁二 哇 好像爸爸喔 這張也是 欸 雖然長得很像 但是感覺又不太一樣 可是真的長得好像喔 欸 爸爸 你也看看嗎 不 你就不必了嗎 可是真的長得很像欸 那是當然的啊 因為我們是雙胞胎啊 對 雙胞胎 欸 我完完全全不知道欸 那 他現在在哪裡呢 好了 那我剛才跟鑰師還有鑰師的學生 完美的詮釋了這本 D之夫的第一畫畫面片段 好了 那這就是我今年抽到的聖誕禮物 零行獎 送的非常可愛的卡片 還有非常溫馨的動漫 一庫老師送給我的 手腕訓練器跟 手指訓練器 在這邊 欸 我好開心喔 原來交換禮物是一個這麼好玩的世界 欸 那你的禮物送到哪裡去啊 我的禮物分別是送到 黑羽跟萊師的手上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 看看其他 YouTuber的頻道 看一下大家交換禮物的一個過程 跟趣事 我送的禮物真的非常值得期待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其他創作者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下方 那蓋在這邊祝大家聖誕快樂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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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搞什麼 這是我 今年聖誕節抽到的交換禮物 來自一個月 這是一個萬利區練習 然後他得意的表情 看著他得意 你在看一下我 呵呵呵 你不行啊 你表情不行啊 不行啊 他在油水形象 其實還蠻像的 OK 好